赖清德还在做着美国撑腰的梦 大陆一文一武两个动作 给了台当局一计当头棒贺 前几天大陆发布了 以法承接台独的意见 对台独最高可判死刑 网上称之为对台独的审判书 意见发布以后 赖清德却还在叫嚣 大陆没全力制裁台湾人民 并且还试图把2300万台湾民众 都绑上台独的战车 顽固到了这种程度 属实也是少见 乃清德的底气无非是觉得由美国撑腰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前几天还说了 要在关岛部署滨海作战团 保护台湾地区等美国盟友 并帮他们反击中国 听起来就好像美国要亲自下场一样 这给了赖清德极大的鼓舞 自信心顿时膨胀 但是大陆马上就有了两个动作 给赖清德一记当头棒喝 首先中国驻法大使鲁沙野 近日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明确说了 在一定意义上 中国内战还没有结束 目前的台当局只是叛乱政权 中方随时有权将其驱逐 并且收回岛内治理权 毫无疑问 鲁沙野大使的话从法理上确定了 大陆收回台湾地区的依据 两岸目前的分裂状态 只是历史遗留问题 并不会影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台湾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赖清德等台独分子搞的那些两国论 纯粹是痴心妄想自欺欺人 另外网上有不少人认为台独如今越发猖獗 在这样的情况下 鲁沙野大使的表态 不排除是在为两岸统一做准备 同时也是给那些想为台独撑腰的 一个严厉的警告 其次解放军东部战区日前在官方账号 发布了一组照片 其中有一张照片显示 国产120通用运输直升机 在模拟水面舰艇平台上降落 而重点就在于降落的地方没有驻降设备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意味着这支陆军航空兵部队 其实不是演练在航母两栖攻击舰或者船坞登陆舰等舰艇上起降 而是演练在民用船之上起降呢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另外解放军今年来鲁续列装了多款新兴装备 其中就有不少用于登岛作战的 同时解放军还在台岛周边进行了各种实战化的训练 可以说大陆这一文一武两个动作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中国有能力也有信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湾地区是中国的 谁也无法分立 大陆的态度已经摆明了 反观赖清德等台独分子还在做着美国出兵给他们撑腰的美梦 还是之前节目中说的就连伊斯列都不敢有这种奢望 台独分子哪来这么大脸面 只能是自寻死路 正所谓独意嚣张梦为休 美称腰杆意难流 法理文声灰铁棒 五倍枪威定海流 好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添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